美国时时刻刻都拿着新疆十手八角 发动各式各样的制裁 左宗棠当时在林哲徐的支持之下 把新疆拿回来了 新疆的边境线是5600多公里 有八个国家 印度 巴基斯坦 蒙古 哈萨克斯坦 一堆国家 其中这个哈萨克斯坦 跟新疆有1500公里的边境线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新疆里面 我们新疆是多种族的 里面也有哈萨克斯坦 你到哈萨克斯坦 你会发现跟新疆内的哈萨克斯坦 习俗什么都一样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来讲非常非常敏感 可是现在哈萨克斯坦发生暴乱 从1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发生了好几天的动乱 是因为能源价格调升 冬天大家都需要能源 要不然的话 以哈萨克斯坦那样天气的严寒 那是受不了的 可是你能源价格 你怎么可以从60涨到120呢 那当然让很多人活不下去 现在疫情之下 本来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 在很多国家生活就很苦了 你现在你要维持生活的基本能源价格 从60涨到120 那是上涨百分之百啊 当然老百姓不高兴 但是你不高兴怎么就会立刻非法集会呢 你非法集会怎么政府苦劝不听呢 政府已经下令逮捕了这个能源公司的老总 要问责他为什么会突然上涨 要调查背后的原因 政府也承诺会把价格下降调回来 那照理讲你的诉求已经达到了 那大家就回家了 不 更进行一波更可怕的一个暴力 群众已经带着棍棒 还冲进市政府 还甚至冲进市长办公室 警察没办法 你必须要镇压 所以到现在警察跟士兵已经有八人死亡 那哈萨克斯坦总统出来呼吁说 希望老百姓能够冷静理智 不要受境内外各种势力的挑拨离间 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老百姓的诉求 政府已经答应了 为什么你是一波一波的继续上街 然后抗议抗争暴乱 那个力道 那个强度是越来越上升 这种种的套路就太像颜色革命了 更何况 现在机场已经有五架飞机 是被恐怖分子绑架了 哈萨克斯坦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也就是戒业了 俄罗斯媒体他直接指控说 这是美国在背后鼓动 俄罗斯啊你要知道 他们是战斗民族 这直接咬不当 而俄罗斯的情报 他的水准很高 第三 俄罗斯长期经营中亚 俄罗斯的势力在哈萨克斯坦也是很长久 第三点呢 谁希望哈萨克斯坦暴乱 俄罗斯不希望哈萨克斯坦暴乱 中国最不希望哈萨克斯坦暴乱 但美国希望哈萨克斯坦暴乱 就像你是警察 你查案 俄罗斯以他在哈萨克斯坦的情报组织 他绝对知道美国在哈萨克斯坦暴乱 美国有能力制造暴乱 美国过去有制造暴乱的劣迹翻版 美国还会是哈萨克斯坦暴乱的利益获得者 因为哈萨克斯坦暴乱 不高兴的会是谁 是中国 是俄罗斯 但白宫非常生气 白宫立刻出来骂 根本就不是 是你俄国 是你中国在制造暴乱 你想想看中国有在别的国家制造暴乱 过去的例子吗 中国有在别的国家制造暴乱的能力吗 都没有 当今唯一的最可能的凶手就是美 美国都长期在中亚中东 制造很多很多的动荡 俄国在新疆也是 英国在新疆也是 这都是血类石 对比一样的哈萨克民主 在新疆境内是怎么样的安和乐意 而今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民主 是何等的悲哀可 还有避免的